上次战斗,敌人把莱婷和加蒂昂全部抓走 虽然外星人的目标应该已经完成 但是一星人的宇宙飞船并没有离开地球 日本政府这事终于慌了 崇贵受伤被送往医院 母亲和妹妹来看望他 崇贵的妈妈终于发觉自己儿子打工的地方不太对劲 外星人不离开的原因 是因为地球还有微弱的莱婷反应 而且这个反应的类型应该是莱婷的本体 不可能有两台来听 但是这个反应不是假的 外星人认为应该先回收后再慢慢研究 而此时的避难灵在地下昏迷 崇贵终于醒来 妈妈已经从千天鸡太郎那里 了解了全部的事情经过 自警队这边 俺曾打算使用疾风身上比核武器更强的武器 即便敌人的母舰在城市中坠毁 造成损失也在所不惜 小早川堪这边 也从崇贵的口中得知了莱婷的事情 安藤这边刚刚设定了定式炸弹 这时敌人突然扔下了几个机械柱子 这些柱子围绕的地方 可以开启传送 前几集登场过 崇贵已经下定决心 要夺莱婷 前天鸡太郎驾驶直升机 前往外星人的母舰 自卫队也带着神雷来这里 打算给外星人飞船打个洞 外星人并没有管神雷 把避乃灵所在的地方 人从地下全部传送到战舰里 已经满足目标的外星人 决定撤退 战舰开始移动 离开地球 陈列部队也没办法继续作业 从战舰上掉下来的机体 正好砸到了 星川花和崇贵的直升机 直接在空中爆炸 等崇贵醒来的时候 星川花和他都在敌人的战舰内部 这应该是星川花的超能力 瞬间移动 两人潜入战舰 崇贵能感觉到 来听再给自己指路 星川花解决了路上的卫兵 但是他的腿已经受伤 只能留下给崇贵断后 让他一个人去找来听 崇贵在飞船中找到了毕乃灵 电影院地下整个都被吸进来了 安藤当时也在电影院附近 也从炸弹一起被移动到战舰内部 炸弹虽然被重新启动 但是安藤被卫兵投袭 崇贵和毕乃灵凑交也在这里 现在已经逃不了了 崇贵大概想临死抱一下吧 等崇贵再次回过身来 已经在来听体内 不过崇贵的万轮还在外星人手中 正在和崇贵抢夺来听的控制权 关键时刻星川花赶到 打断了万轮人 抢到了来听手环 正在外星人想加迪昂的时候 却发现加迪昂的手环也消失不见 有人是洛克赛鲁的宠物 凯特将万轮偷走 洛克赛鲁驾驶加迪昂 袭击了战舰的会议室 星川花把万轮用意念传送给了崇贵 洛克赛鲁要求崇贵交出来听 两人开始最后的决战 驾驶员的差距让纯柜落入下方 是用神杖加神剑 而加迪昂也用必杀反击 外星人并没有插手这场决斗 而是打算两人两败俱伤的时候再出手 加迪昂有类似能量炮的武器 在纯柜闪开的时候 外星人终于出手 先是控制了加迪昂 托克赛鲁有一种被分解的感觉 敌人整个外星战舰就是一台巨兽机 克劳斯阻达 他吞噬了加迪昂 有一个城市那么大 必须有三个外星人 一起驾驶才能行动 攻击范围直接从宇宙打到地球 托克感觉自己打这个得拿头打 和以前打过的巨兽机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来听的审制杖加审舰的攻击组合 全部被巨兽机转移 放给来听 虽然来听可以使用次元传送 但是纯柜看起来使用并不熟练 巨兽机的大量浮游炮 集中攻击来听的时候 纯柜看起来从来听那里接收了什么 终于熟练的使用次元移动 不过因为巨兽机吞噬了架点 看起来能够预判来听移动的位置 让次元移动失去作用 这时各国发射的导弹到达宇宙 不过一瞬间就被浮游炮拦截 巨兽机蓄力朝着地球 发动巨大的能量炮 在要到达地球的时候 被来听拦住 不过巨兽机类似服务炮的东西 从来听的背后攻击 随后一下把来听打到月球上 来听沉默 纯柜昏了过去 意识恢复的时候 来到了教室 毕乃灵出现在他面前 毕乃灵是来听的一部分 他就是来听 来听就是他 来听是已经被毁灭种族的中级兵器 经过无限的时间 成为了全知全能的存在 最后封印了自己的力量 进入了长久的沉睡 他可以逆转时间 让一切恢复原样 虽然外星人还是会来 但是下次驾驶来听的 可能就不是纯柜 纯柜不用再遭受这份痛苦 可以正常的生活 纯柜拒绝了这一提议 并向毕乃灵进行表白 跨越种族的爱情 毕乃灵真机娘 来听再次启动 这次形态上进行了一些进化 和毕乃灵心灵相通的他 获得了新的力量 一杀甚至究竟 一把非常非常巨大的剑 巨兽机也发射能量最大攻击 但是完全无法阻止巨大剑的落下 被一刀两断 人巨兽机下落的残骸 都被来厅消灭干净 纯柜回到了地球 外星的战舰被消灭 起码暂时不用担心敌人的入侵 故事大解决 纯柜和毕乃灵后续的故事 实际就是这部动画片的OP 拍局的动画把他们以后的生活画出来了 但在剧情中的没有体现 唐刀在OP发 这个动漫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